霹靂小组鹤响使弹破门攻坚 狡猾嫌犯拔腿狂奔 躲浴室躲卧房却被警方揪出来 嫌犯糟糕了 原来他们竟是个神鬼盗刷集团 拿着境外信用卡跪骗车场 尖爆国内手起炸车一云 检查开门 不要动不要动 集团收闹还想逃一刻被压制 贼欧竟然还搜出子弹强支 原来他们仗着黑帮背景 把触角从国内伸到海外 狂炸知名日系车商上千万 3共11辆买家与临走游魔王Supra 跑车舞台 该车商向银行请款时 只发现有意 所以向警方报案 信用卡扩款同意书 填填资料钱就能轻松到手 原来嫌犯跟日系汽车销售的同学合作 盗刷买车不用实体卡 填写出面资料一秒交易 他们只要从国外取得高端客户的 澳洲欠账信用卡资料 在伪造身份当车主 不到两个月成功盗刷五台车 警方连续三坡的查细行动 具体逮捕灵性等13人盗案 控制信用卡向澳洲端勤款 时间差长达一周 车厂发现后早已来不及 集团已经转卖张车 得手高达1250万元 一行人十岁智慧疯狂盗刷 最后统统逃不过法网 面临牢狱之灾 记得周嘉文 杜宇轩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